今天我们修一台九阳电子炉 它的问题呢是不能加热 咱们先看一下它的症状 打开开关之后 然后我们仔细听一下 能听到咔咔的脉冲声音 但是呢就是不加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像这种情况的维修方法 拆开以后呢我们首先先检查一下 这块板背面这些大焊点 就是类似于啊 就这个康通丝 就是这个大的铁丝 还有就是这个形成电容 主要是检查这些大的银角 看一下有没有开焊虚焊的地方 一定要仔细观察 如果发现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呢 就把主板翻过来 像一些美迪的电子炉呢 出现这种通电不加热 像这种情况大部分呢 都是上面的可教电子炉坏了 就这个位置 因为这是一个九阳的 九阳电子炉呢有的是有的可教电子炉 有的是没有 这个呢就没有 像没有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不用理它了 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下一步呢 需要检查一下 上面这个铁针电容 看一下它有没有骨包 包括上面这个平面有没有骨包 然后呢 有一些会出现在这个缝隙里面 出现骨包 这个电容我们看着 也外观上看着没有任何问题 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还不能确定 它是好是坏的 我们需要把它拆来 先检查一下 如果它有问题了之后呢 这个电子炉呢 也会出现不能正常加热 首先呢 咱们先把这个电容 给它先拆下来 先看一下这个外观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这个电容呢 它是一个0.3W一发的 我们现在呢 需要用光表来测量一下 看看它的容量 还够不够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它的容量呢 是298NF 说明它的容量是没问题的 它没有 它没有问题的 最起码我们给它再安装上 像9元的电子炉呢 影响它不能正常加热的一个原因呢 还有一些就是这个上面的功率电子 我们看就这些大的电子 首先找这些电子呢 就是先找到这个IGBT 然后呢顺着IGBT 这个角呢往下走 我们先看一下 这边呢就有三个大电子 大电子呢 也不是说它的个头大啊 主要的就是说它的组织大 我们先看一下这三个电子 它的组织都是一样的是吧 这一个 两个三个 它们的组织呢 都是330K的 我们呢主要先检查一下 看一下它们的组织 还正常不正常 像一般它们坏了之后呢 会出现这个组织偏大 偏大之后呢 电子炉 它这个功率检测角 检测不准确之后 它也会出现 不能正常加热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电子呢 是364K 有点偏大 不过这个是属于是正常的 它有误差 然后呢再检查一下 第二个 这个我们测的是 一兆 一兆一兆 这个明显组织偏大的 我们现在呢 是在线测量的 然后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电子 给它先拆开一个引脚 再来测量一下 这样测量呢 会更加的准确 其实呢 像九阳电子炉 像这种大功率电子炉 画的是比较多的 然后呢 我们接着再来测量一下 这样呢 会更准确 现在呢 是没有任何反应 把它调到20兆 再来看一下 现在看一下 3.9多兆了 就说明啊 这个电子的确 它是坏了 现在呢 我找了一个精度更高的 330K的电子 给它换上了 然后呢 我们来开机 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修好 没问题了 加热非常好